今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创货669 选择原因是公司去年下半年已止跌回升 券商预料收入无利率 可以在2024至2026年持续提升 第二是美国在2024年展开减息 有助创货降低政府债 业绩之后券商给予目标价平均111 创货在2023年同时面对美国经济放缓 联储局急劲加息步伐及沽空机构的追击 转年顺利按年跌了9% 但期内收入仍然按年上升3% 而且当中不乏亮点 首先是公司下半年的盈利比上半年有所改善 下半年的毛利率亦有提升 券商在创货的业绩后都认为 公司收入和毛利率2024至2026年会持续提升 当中电动工具仍然拉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次是随着美国在2024年中 展开减息的机会越来越高 财务成本压力有望舒缓 甚至令到政府债可以减少 总结来说如果公司的相关零售商 去库存的进度好过预期 或者有助公司2024年最终盈利好过市场预期 戒时可以加快估值收复的速度 投资者不妨第一注 后创货回到100元的水平买入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95元就可以加注 第一个目标 先看务商平均的目标价附近 大概是112元的水平 但跌穿89元就适宜指示了 加上